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遥远的山区 有一个高山之巅上的鹰巢 那里生活着一只特别的幼鹰 这只幼鹰与众不同 因为它的命运注定了一段充满挑战和自我发现的旅程 这只幼鹰的故事始于一个平凡的日子 有一天 一个山区居民爬上了高山 进入了那只幼鹰的巢穴 他注意到一个孤零零的幼鹰 不知怎的掉在了鹰巢里 这位山区居民决定将幼鹰带回家 但他并不知道 这一决定将彻底改变他和这只幼鹰的命运 再回到家后 他将幼鹰安置在了鸡笼里 这只幼鹰开始了一个奇怪而令人困惑的新生活 他与一群普通的鸡一起吃食 嬉戏和休息 渐渐地 这只幼鹰开始相信自己是一只鸡 因为它的行为和周围的鸡毫无二指 时间过得飞快 这只幼鹰不再是个幼小无知的生物 它长大了 羽毛也长得茂盛丰满 然而 尽管它的身体已经具备飞翔的条件 但它对天空的向往似乎已经被遗忘了 它已经被这个机设的环境彻底改变 忘却了自己的本性 忘记了天空的自由 一天 这只幼鹰的主人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它决定将这只幼鹰变成一只优秀的猎鹰 可是面对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主人陷入了困境 无论它如何努力 这只幼鹰依然表现出和鸡一样的行为 似乎不再有飞翔的愿望 主人不愿轻易放弃 它尝试了各种方法 包括模仿鹰的声音 展示飞翔的画面 甚至尝试用其他鹰来激励这只幼鹰 然而 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无济于事 这只幼鹰继续在机设中过着平凡的生活 毫无改变 在绝望之际 主人做出了一个激烈的决定 它决定将这只幼鹰带到山顶 然后毫不犹豫地将它扔下去 这个举动看起来残酷 但主人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 它希望这种极端的方式 能够唤醒这只幼鹰的真正本性 在山顶 主人抓住了这只幼鹰 然后用力将它投向了深不见底的峡谷 这只幼鹰像块石头一样掉了下去 但在慌乱之中 它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真正力量 它拼命地震动着翅膀 最终飞翔了起来 穿越了云层 腾空而起 那一刻 这只幼鹰找回了自己的本性 找回了飞翔的愿望 它飞向了苍穹 探索了广阔的天空 重新与自己的种族相连 它再也不是一只被囚禁在鸡舍中的鸡 而是一只翱翔自由天空的雄鹰 结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迷失自己 被舒适区和周围环境的限制所束缚 然而 只要我们愿意面对挑战 甚至在危险的时刻 我们就能够发现自己内在的力量和潜力 就像那只幼鹰一样 我们可以在逆境中找回自己 重新翱翔自由的天空 实现我们的梦想 这个故事是一个关于坚持和自我发现的故事 鼓励我们相信自己 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